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9家书店可是各有特色各有所长 那第一家呢就来到了我身后的这家 1200Bookshop 这可是广州的第一家24小时书店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200Bookshop创立于2014年 创始人叫刘二喜 店名来源于他的一次徒步旅行 29岁时他徒步台湾51天 行程1200公里 回广州后他就萌生了开一家不打烊的书店 留宿背包客为城市的流浪者提供一个去处 于是在他30岁的那年创办了1200书店 每当夜幕降临 这里的一盏灯光 为城市的流浪者而亮 从1200书店出来之后 步行大概700米就来到了广州 著名的商场太古会 这里边有一家知名的独立书店 方索很多人应该都听过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坐落在村土寸金CBD的方索书店颇受年轻人的青睐 也是全国知名的网红书店连锁品牌 这里的特点就是颜值与书品并存 大而全 书的种类很多 分区明确 此外还有咖啡厅 服装店 文创产品 文具等等售卖 是一个多元的文化空间 现在呢 我是在广州最繁华古老知名的 步行街之一北京路上 这里呢 也有一家被网友称为最有港味的书店 就是我身后的这家联合书店 这里呢 也是中华书局广州分局的旧址 是一座骑楼建筑 我们去看一下 联合书店是香港联合出版集团 在内地全资投资的第一家书店 创立于2009年 这里被网友称为广州原版书的天堂 最有港味的书店 店里国际原版图书 多达两万多种 可以淘到比较难买的进口书哦 三楼这里简直就是动漫爱好者的天堂 有很多日本的原版漫画 距离于联合书店不远 大概300米处的一条小巷子那边 藏着一家宝藏书店 叫博尔赫斯书店 这个是广州美术学院的两位老师 在1994年创立的一家书店 非常的有个性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博尔赫斯书店是广州较早的一批独立书店 店内的图书相对小众 主要集中在西方文学 哲学 艺术 美术 等等 特别的是在每个月的15号书店里 都会有一场月中朗读会 已经坚持了有9年了 现在我又来到了立湾区的永庆坊内 在我身后就是中国最美书店 中书阁的广州店 中书阁呢 是一所全国连锁的书店 它的特点就在于 每到一个城市 它会结合这个城市的文化特色 建筑特色等等 来进行自己的室内装修 所以这里也是令南风满满 这里的装修风格是很有特色的 但是书品就相对比较一般了 现在夜幕渐渐降云 我来到了月秀区的水银路上 在我身后有一家特别的书店名叫南风书院 它是新华书店旗下的一家书店 当时知道这家书店呢 是在去年的一场观影活动 因为这里经常举办很多的文学沙龙 亲子活动和观影活动等等 这里的室内风格仍旧以岭南风为主 室内功能分区较多 所以商业化气息相对明显 书的品类较少 而且可供阅读的免费座位也比较少一些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七点半了 我们要打卡最后一家书店 是时光里的浮光书店 听这名字是不是就觉得非常美 其实这家书店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书店 这一家我觉得是颜值和书品并存的 它的书分得很清晰 而且有很多免费的座位 可以供大家阅读 除此之外 它还做到了有商业化的空间 所以整体还是很不错的 好了 今天的书店打卡之旅就告一段落了 有一个感受就是 实体书店在城市里生存扎根 确实很艰难 其实现在也有一个现象 不容忽视 就是来书店的人可能拍照的很多 但是真正沉下心来看书的人可能比较少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 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走进书店 不只是为了拍照 也能静下来看一本书 好了 今天的Vlog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